花蓮市响应全球关灯一小时活动登上了国际头版 成功的让世界看到花蓮 市长吴嘉贤和欧莱的企业特别颁发感谢状 给花蓮地区12年来持续支持减碳活动的法郎业者 市长也期盼有更多企业一起来响应减碳护地球的行动 让美好的环境可以永世长存 花蓮市首度参与全球关灯一小时的活动 居然就登上了国际头版 成功的让世界看到花蓮 今年呢我们参加全球关灯一小时的活动 那我们租场地呢是花蓮市的港天工 那由市长魏江贤市长呢 然后呢率领我们各行各业的代表 那我们今天呢是特别感谢就是我们美法沙农店的代表 因为在花蓮市呢我们美法界的沙农代表呢 已经是连续第12年就是响应与支持 那今年有总共有2400多家的法郎 这是沙农店的老师呢 其实造成了其实有100多万人 连署响应这一件活动非常成功 那我们在花蓮港天工的活动呢 也登上了WWF 就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 关灯一小时活动的头版 那就是活动非常的成功 那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那希望大家都从每天 一点一滴的小小的事情着手 然后发挥你的影响力 让周遭的人呢都能够就是保护我们的地球 OK大家一起加油 市长魏江贤28号特别颁发感谢壮 给花蓮地区多家长年使用环保商品的法郎业者 肯定他们用行动支持减碳爱地球 那今天也特别谢谢我们花蓮非常多的一个好朋友的响应 那特别是有一些美法理容业者 在这个部分来做相关的关灯一个小时的响应 那当天我们也特别谢谢港天工 在场地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跟协助 那花蓮港天工这次担任全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场 那我们也在这一次的画面里面 也谢谢欧莱德、葛望平、葛董 让这一次的画面能够上到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上面 让所有的全世界的媒体看到花蓮 也看到花蓮的港天工之外 还有看到我们原住民的这地文化 那我们期盼未来有更多的花蓮乡亲 都能够共同一起推动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方向 让我们地球能够更美好 让我们下一代也能够生活在安稳的一个环境里面 再次的要呼吁大家 关灯一小时可以帮助地球更好 市长魏家贤和欧莱德企业董事长葛望平呼吁大家 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动作就可以做到减碳效果 节省能源减少排碳 我们的地球会变好 美好的环境也才能够永续长存 节目会欢迎视报道